甘地雍正的改革如何给大清续命 你穿越了 成功在九子夺敌中取得了胜利 但是随后你就要面对一个问题 如何拯救这个岌岌可畏的庞大帝国 坑儿呢这是 这国库咋都穷成这样了 但是你可不是什么八岁登基的小孩皇帝 你马上就开启了全国上下通行的改革措施 首先第一件就是追缴全国的欠款 你你妈退去 却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 这可是圣祖留下来的仁慈啊 老子当了皇帝还得看你们脸色 我就问你 这个咋这个能不能把钱给我要了 接着你便组织成立了会考府 开始全国大规模的扫摊行动 不同于老爹的宽人 你和亲爱的十三弟对于贪官污吏有的是办法 通常情况下 面对如此浩荡的扫荡行动 贪官们要么财产转移 自己装作两袖清风 实际上钱都在远方亲戚家里 那是一检查就枯穷 但这一次的老北京督导组 不同以往都是一水的新鲜面孔 查出一个空缺直接原地生殖顶上 同时不仅查贪官 连带着亲戚朋友一起查 你小子挺能藏啊 吵架 要口着躲不过去 有的贪官会选择一死了之 以求生死账销 你死了就不用还钱了 给朕吵架 同时你还下令 但凡赶加税压迫老百姓用来还钱 定战不设 这样雷厉风行 你很快就整肃了官场 这时候开始下一步的改革了 第一步你瞄准了火号归功 所谓火号便是 官服收税收上来的碎银子 在铸造官员的时候会损失一部分 官员们便可以加收一部分 称之为火号 这是明面上不提隐藏的合法收入 你看这不行啊 这得定个数啊 不然这火号都得收到西元2023年去了 还能提高一下官员的工资 那有人就反对了 哎呦 圣祖爷说过永不加税 即便你是皇帝 你也不能闭着眼睛看王八 无事规定啊 对则你表示 哎呦 你说的也对 但是哥不同意 接着便是最得罪人的贪钉入谋 和世身一体 当差纳粮 戴青之前的收税模式啊 是按人头收税 简单来说 就是人多打多交税 人少的少交税 这地主豪身们本来就是世身 不用交税 老百姓们交不起 一来二去就破产 田产被收购 沦为长工 攀钉入谋 世身一体 简单来说 就是改人钉税为土地税 地多的多交 地少的少交 搭配世身强制 当差纳粮一起使用 效果拔拳 河南直接爆发了考生罢考事件 齐齐递之心正 反对心正 遵守组治 河南总督田文静 一封走折发了过去 你一看 直接火了 告诉十三弟 我想吃鱼了 罢考带头考生 直接被处决 河南世身 也不敢再闹事了 就这样 你干了八年 每天批阅上万字的奏折 日日如此 可突兀之间 十三弟骤然离世 你生了一场重病 仿若失去了灵魂一般 勉励又支撑了五年后 再加班的书房病逝 我的任务完成了 关注十小道 收获更多好玩小知识